印度疫情危急 而印度变异病毒株也来势汹汹 交通部长南都斯里魏家祥今天宣布 所有来自印度港口的外国船员都不可以在我国港口下船 我国船员则必须隔离14天 魏家祥发文告指出 海事局及交通部旗下港口在上个月召开视讯会议 决定从5月12号到下个月7号 也就是行管令期间 所有印度船只的外国船员如果停靠我国港口都不可以下船 而我国船员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地点隔离14天 并遵守卫生部的严厉措施 这些政策从4月28号起已经生效 文稿也指出 如果卫生部从海事健康声明中发现船员出现感染症状 那么船只必须海上隔离14天 相反的 如果船只情况获得卫生部的批准 印度等所有船只就无需海上隔离